花莲县政府三后上午举办了 112年度特优村里长基优调节委员 民政人员及调解行政业务考核基优公所表扬大会 县长徐正为亲自到场颁发奖项 感谢他们为花莲的付出及奉献 花莲县政府为了加免劳股公告的基层服务伙伴 1号上午特别在富隆大饭店举办 112年度特优村里长基优调节委员 民政人员及调解行政业务考核基优公所表扬大会 县长徐正为也亲自到场 颁奖表扬12名特优村里长 51名基优调节人员 以及9名基优民政人员 同时也办法110年度调解行政业务考核的前三名公所 让我们所有的无论是基优或者是我们的村里长 或者是我们调解委员 或者是我们警政警务同仁 能够分享得奖或者是被推荐 在他的很重要的辅导的案件里面 协调的案件里面 让大家互相的交流 也是一种学习 现在许中也特别感谢调解委员们耐心 给相信良好的和缓调节功夫 让相信能够在平和的气氛当中 都以司法纠纷获得双方的共识 减少司法诉讼的业务压力 也感谢特优村里长不仅站在服务的低线 且所有大小事都能够清理清为 记得终于换视频